在刚刚落幕的日本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 张本志和这位乒乓球界的佼佼者 成功顶住了压力 逆风翻盘 以4比3的比分战胜了日本内战王 护上损服 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比赛过程中 他一度以1比3落后 但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出色的球技 他逐渐扭转了局面 最终实现了惊天大逆转 张本志和一直是国拼的最强竞争对手之一 实力不容小觑 而护上损服 在日本国内则是无人能敌的内战王 连续三次夺得全日锦标赛冠军 多次在重大赛事中战胜张本志和 在这场比赛中 护上损服再次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稳定性 给张本志和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然而 张本志和在关键时刻敢于出手 不畏强敌 最终成功战胜了对手 夺冠后的张本志和喜极而泣 他激动地表示 这场胜利是他久违的胜利 也是他付出了巨大努力和汗水的结果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顾比赛 来看看在比赛的最关键时刻 张本志和是如何顶住巨大的压力 成功化解 护上损服多个的赛点 最终一封翻盘了 在搜尽一下 撞来 jesteśm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